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日里捡些烂菜叶 挖点野菜 割水里煮了就是饭 好的时候别人会送一些高粱面 拌在里面对他来说就是人间美味 如此这般张宝似乎无法长大 但村里人淳朴善良 实在不忍心孩子被活活饿死 会从牙缝里挤自己的吃食 磕磕绊绊 吃着百家饭长到了12岁 12岁的孩子已经知道感恩 他明白如果不是村里人时常接济 自己不会活下来 对村里人很是感激 遇到村里老人挑水匹柴 他都主动帮忙 深得村里人喜爱 他明白自己必须的有个吃饭的门路 奈何门路难寻 张宝每日礼交集上火雀也毫无办法 此时 有村里人给介绍了个打铁匠 让他拜师学手艺 张宝的命运就此改变 在过去 拜师学手艺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大多都是从孩子时期就已经拜了师父 这有些奇怪 尚是孩子 拜了师又能学到什么呢 这是并不了解过去的拜师是怎么回事 民间手艺众多 木匠 铁匠等等 都需要学习很多年 所以徒弟拜师后就需要住到师父家里 跟半个儿子差不多 出去时不会交手艺 需要干杂活 同时也是师父对徒弟的考验期 看看有没有眼力尽 是不是个可靠人 故 很多孩子虽然拜师 往往要熬上今年才能正式学手艺 学手艺讲究学三年 做三年 师父跟前伴足又三年 就是你学习三年 然后跟着师父实习三年 实习完后不出师 再给师父挣三年前 算是还了师父教导之恩 这才方能出师 如此下去就是九年 加上前面打砸几年 通常的手艺都需要十多年学习 这十多年中 徒弟一直住在师父家 久而久之师徒产生感情 就有了一日未师 终身未复的说法 师父对徒弟要求言 徒弟对师父尊重 因为是师父给了自己吃饭的门路 能不尊重吗 张宝被人介绍给铁匠 他非常感激 明白这是自己以后活下来的门路 感激之余也有忐忑 因为并不是想拜师就可以 还得人家师父同意 这个铁匠姓孙明正 因为打铁手艺好 为人忠厚 远近闻名 平日里活非常多 跟着村里人到了孙正家里 张宝非常紧张 他怕人家不要他 虽然已经十二岁 由于小时候缺吃的 他身子骨病不壮 望着紧握着衣角的孩子 孙正叹了口气 这般体格 怕是连锤都提不动 弹河打铁 村里人耐心介绍了孩子的境遇 也说了孩子的人品 孙正听得起了恻隐之心 他已经有了一个徒弟 并不太需要再收一个徒弟 可是孩子命苦 让他感叹 最终拍板 这徒弟他收了 张宝一听 二话不说 扑通跪在地上 一个头磕下去拜了师父 再抬头已经是泪流满面 他自小父母双亡 从不曾感受到家庭温暖 如今师父收他 从磕头那一刻起 他就把师父当成了亲人 孙正看着他频频点头 这孩子知道感恩 准错不了 就这魔柱 张宝正是成为了孙正的徒弟 也搬到了孙正家居住 自打搬来的第一天起 他每天五更天就起床 把炉子收拾好生着 给师父师兄准备好工具 然后才喊师父师兄起床 自己在一边随时伺候 孙正对他非常满意 这孩子体格虽然不壮 可极有眼力尽 而且知道学习 虽然上没有上手 可是眼睛死钉 不懂得还会发问 张宝的师兄名叫李良 比他大三岁 如今已经开始长锤 此外 师父无子 只有一个闺女名唤婴儿 与李良同岁 婴儿平日里也末世 受苦手艺人家 也没有那么多规矩 他常常会在打铁处赚优 有时候帮着天火 算是师兄妹三人 一眨眼 张宝拜师已有半年 半年里 他从来没有睡过一个胡伦爵 五更天起 因为要准备师父和师兄打铁的工具 以及生活 到了夜里时 又要收拾完师父和师兄打铁的工具 每天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 孙政每日里看在眼里 他不缺孩子吃的 十几岁的孩子 正是吃得多的时候 虽然没有大鱼大肉 粗茶淡饭 管饱 长正磨大 张宝就在师父这里吃到过饱饭 孩子感动 动不动就哭 惹得师父师娘更加心疼 师姐婴儿却是嘲笑 动不动就哭鼻子 姑娘觉得他眼窝子太浅了 他并不知道 张宝以前受的是何等样的苦 也不知道师父和师娘 给了张宝何等样的温暖 不能感同身受 自然就会觉得奇怪 这半年里 由于每顿都能吃饱饭 张宝身子骨比以前好了不少 师娘看着孩子勤劳懂事 就跟孙正商量 已经半年了 别让孩子一直干些杂活 开始学手艺吧 孙正也正有此意 张宝一听惊讶万分 按照他想 没有三两年 自己是不能正式学手艺的 可是师父师娘 仅仅在半年后 就让自己开始学 他的感激无以复加 暗暗决定好好学手艺 日后好好报答师父师娘 师父如此喜爱他 惹得一个人不喜 那就是师兄李良 李良拜师三年 如今刚摸到锤 原以为张宝也要如此 可师父半年就让他开始学 这不是偏向吗 李良心中嫉妒和恼怒 处处刁难张宝 张宝竟他是师兄 每被刁难 总是紧力完成 还跟师兄道歉 他这么做 让李良以为他好欺负 所以平时会变本家里刁难 张宝不以为意 打铁这重事 是师父和徒弟在一起做活 李良刁难张宝 当师父的孙正自然看在眼里 师娘和师姐也看在眼里 除了师姐婴儿会斥责李良 师父和师娘都没有提过这件事 不提 不等于看不到 夫妻二人 在心里给两个徒弟的人品 暗暗做出了区分 只是两个徒弟不知道罢了 一晃拜师已有六年 六年李张宝个子猛长 由于每日理论垂 体格健壮 打铁手艺已经学全 小伙子对于打铁样样精通 并且深得别人喜爱 为人谦逊 待人和气 师父和师娘别提多喜欢他了 而李良同样优秀 按道理说 李良该出师了 可是他不出师 说要多办师父几年 孙正没有反对 张宝尚没到出师时间 他还没有给师父单独挣过钱 按照他的想法 自己还需要基年 六年时间 张宝长成了大小伙子 师兄和师姐都已经过了婚嫁年龄 可是师父师娘不提 三个人几乎是从小一起长大 彼此熟悉 都明白师父和师娘 肯定会在两个徒弟间选婿 只是不知道会选谁 李良不出师 估计也是在考虑这件事 尽管手艺已经全部掌握 可是张宝仍然是每天五更就起床 对师父师娘恭敬 对师兄尊重 李良却自认未比张宝早拜师几年 处处以大师兄自居 平时的众活累活都是让张宝干 张宝不说什么 对师兄的尊重丝毫都不减少 李良心里认为张宝是个懦弱之辈 不管怎么欺负她 她都不敢跟自己收板 因为这个 张宝时常受到师姐婴儿的奚落 她凡李良这魔欺负人 可是张宝又不反驳 这让她很是恼怒 奈何张宝却跟个泥人似的 看不出半点脾气 婴儿也涂患奈何 这年冬天特别冷 寒风呼啸夹杂着雪花 打在人脸上生疼 张宝仍然是五更天就起 将院子里的残血收拾干净后 开始生火 待到生起火 发现外面蹒跚着来了一只灰猫 这只灰猫冻得瑟瑟发抖 到了火炉边靠着炉子卧下取暖 张宝一看大卫不忍 这灰猫也不知道在何处流浪了一夜 如此寒冷的天气 它肯定冻坏了 想到这里 它赶紧把火筒忘 喊师父和师兄起床后 又跑到厨房拿了块窝窝头 想要喂猫 一想 这窝窝头太凉 灰猫又冻了一夜 不如给它烤烤 它拿着窝窝头在火炉上烤食 李良起床看见 不由地大声喊了起来 张宝 你看你有多贪吃 早上起来就饿 趁着我们没起床就开始偷吃 他是故意喊这么大声 让师父和师娘听的 孙政夫妻两个自然听到了 孙政起床走了出来 婴儿也已经到了院里 哟 你看看你这个师兄多么厉害 他每日干得活多 饿也正常 先吃两口怎么了 婴儿帮张宝说话 惹得李良不高兴 张宝也不反驳 对着他笑笑 蹲下喂猫 这让李良更加恼怒 人吃的东西 怎么能给这只野猫吃 他边说住伸脚就去踢灰猫 一直没有跟他起过冲突的张宝 却伸手抓住了他的腿 师兄 这只猫快要冻死了 这抹冷的天 他来取暖 我寻思为他点东西吃 毕竟是条生命 李良一看张宝竟敢抓自己的腿 他嘴里骂骂咧咧 伸手就想给张宝耳光 张宝却拧着他的手 把他掀翻在地 婴儿看得大跌眼睛 以前不管李良如何欺负他 张宝都没有生气过 这次因为一只灰猫 他却明显是生了气 不过看李良被拧翻在地 婴儿感觉十分舒服 差点拍手叫好 李良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胸相左右看 你找什么呢 你是想找东西 把你湿地给捅了 孙政边说走了过来 伸手拿起一把锤地给李良 给你锤 你一锤砸死你师弟好了 他看灰猫可怜 心生不忍 让猫取暖 还给吃食 这怎么就惹到了你了 这猫爱你是了 你非得赶走 你师弟今年来都没有反驳过你 他惹你了 你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在此学一时来年了 却对一只猫如此凶恶 你看到他就想不到自己穷困的日子 李良不敢接锤 低着头不敢跟师父叫 不过他不服气 一直用眼睛斜看张宝 似乎在说你等着 有你的好看 一场冲突就这样过去 师徒们又开始忙活 一日又一日 整个冬天 灰猫几乎在火炉边度过 晚上要灭火 张宝就会让灰猫去自己屋里 给铺了个小窝 至少不用在野地里吹寒风 天气变暖后 灰猫消失 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 李良还讽刺奚落 说张宝虾 可怜一只白眼狼似的猫 张宝仍然不反驳 任由他去说 而此时 他已经学艺七年 李良都学艺十年了 这天吃过饭后 师父把他们叫到身边 一边有师娘和婴儿 两人不知道师父有什么事 不过却一场紧张 其实两人心里也有数 婴儿此时已经二十二岁 按照寻常人家 此时怕已经有了几个孩子 可是他现在仍然还没有出嫁 原因无他 师父是想让他嫁给某个徒弟 婴儿也知道他早晚得嫁给爹的徒弟 只是他不知道爹准备让他嫁给谁 你们两个拜师学艺 良儿已经十年 宝儿你也有七年了 威师本是个粗人 也教不了你们做人的道理 唯有这手艺 算是师父没有藏私 你们以后也可以靠这个生存 师父还算欣慰 李良和张宝紧张看着师父 张宝眼睛里已经有了泪水 他来到师父这里才吃上饱饭 对师父有着深厚感情 师父的意思 你们两个可以出师了 张宝终于哭出声来 师父只说让出师 没说婴儿的婚事呢 李良心中不解 偷看师娘 发现师娘正盯着他看 他心中暗喜 难道师父是想先让出师 然后把自己那位女婿 这样可以不让张宝伤心 他越想越高兴 莫憋住笑出了声 张宝在哭 他却在笑 惹得师父不解也不悦 此番出师 每人送两套炉子 一套用具 算是咱们师徒缘分一场 孙正刚说完 张宝马上说道 师父 张宝不想出师 才七年 张宝还可以在这里几年 李良心中鄙视 你不想出师就不出师 师父没让你伴足挣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想耍无赖在这里不走 张宝 师父让出师 你却不出师 你打的什么主意 是想着师姐的好事 告诉你 你别想了 他的话没有说完 师娘倾咳一声 吓得他再不敢说 偷眼看师父 贼没熟眼 察言观色 孙正在心里叹了口气 对他们两个白手让出去 外面已经给他们准备 好了出师的用具 两人不出师也得出师 张宝几乎是一路哭着 把东西运回去的 不料刚到家 发现家里竟然盖起了三间屋子 他正惊讶时 村里人告诉他 这屋子是他师父陈正让人盖的 一间住 一间放杂物 一间用来打铁 张宝的泪直向下掉 师父大恩 一辈子也还不完 他对婴儿有感情吗 当然是有的 可是师父不发话 他断然不敢去问 只能收拾东西住进了家中 晚上时 听到外面有人来找 他向外一看 发现是师父和师娘 还有师姐 他光着脚就跑了出去 跪在师父面前嚎啕大哭 师父还给徒儿盖了屋子 徒儿一辈子遇到师父 算是运气好 徒儿自小父母双亡 以后师父师娘 就是徒儿的爹娘 孙正言也有些热 赶紧拉起徒弟 和他一起进屋 婴儿则在外面 打量这三间屋子 张宝不知道 师父和师娘来干什么 以为师父是来看自己呢 他赶紧准备烧水给师父喝 师父却叫住了他 他在师父面前端正坐好 师父看着他 张宝 你师姐早已经到了婚嫁年龄 却一直没有出嫁 你知道是为何 张宝挠了挠头 转头看师娘 师娘一脸笑 很是慈祥 我来问你 你愿意吗 张宝如遭雷击 呆呆看着师父 师父要把婴儿嫁给自己 他转头又看师娘 师娘笑着点头 他赶紧跪下 抓住师父的手 徒弟愿意 以后师父师娘就是我的爹娘 我可以去师父家 反正我自小没有爹娘 师父却摇头 我们还能干 你如果愿意 只管迎娶婴儿 但不必住过去 要不然给你盖着屋子 是干嘛用的 张宝顿时明白了 师父仍然在考验自己 看自己有没有单独打铁的能力 他重重点头 你别在外面了 进来 孙政对着外面假装看屋子的婴儿喊 婴儿进来 师娘柔声跟他说了爹的意思 婴儿马上羞红了脸 他太愿意了 礼良心术不正 张宝为人正直善良 在一起生活了这些年 他岂能不知道谁是什么性格 一切全凭爹娘做主 婴儿这话就是同意了 师父和师娘大喜 师父当即留下一些钱 让张宝置办成婚用品 人家嫁闺女 人家选给钱让置办东西 师父对张宝也是喜爱到骨子里了 张宝感激之余 马上开始准备成婚之事 而他在准备时 李良每日里跟人喝酒玩乐 并且逢人便说他快要成婚了 师父快把闺女嫁给他了 突然有人告诉他 师父把闺女许配了张宝 而且人家都快要成婚了 李良不敢相信这件事 跑到张宝村里偷看 发现张宝果然在准备婚事 这让他无法接受 师父不是一直喜欢自己吗 为师母要把闺女嫁给张宝呢 张宝算什么 他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嫉妒 可是再怎么嫉妒和生气 仍然改变不了事实 张宝和婴儿完婚的日子已经到了 张宝大婚 这在村里是大事 他在村里人帮助和照看中长大 吃的是百家饭 当年一无所有的孩子 如今要娶师父家的闺女 村里人替他高兴 当年介绍他去师父家学手艺的人 充当了媒婆 三媒六聘 明媒正娶 成婚这天 大家吃过午饭 随着张宝前去迎亲 师父家里也已经准备完毕 很顺利就接了婴儿 一行人回转 吹吹打打 热闹非凡 但到了半路上 迎亲队伍却停了下来 因为路上有只灰猫 灰猫看着很是苍老 看着有些可怕 今日张宝成婚 却遇到灰猫拦路 而且这猫肠的诡异 似乎有点晦气 但张宝却并不生气 因为他看出这只猫 正是之前自己让取暖的那只 他挤不到了灰猫身边 灰猫直勾勾盯着他 喵喵叫喊 张宝一脸惊奇 这猫似乎想告诉自己什么 却苦于不会说话 今日我成婚 你跟我一起回家 以后也不要再流浪了 他说要后 高兴带着灰猫一起回去 大婚之日 自然热闹 晚上进入洞房 张宝和婴儿并不陌生 不像别的新婚夫妻 道成婚还没有见过面 他们之前在一起生活过近十年 自然没有那摩多居数 只是冷不丁成为夫妻 二人仍然感觉尴尬 关键是张宝改不过来口 仍然师姐师姐的叫 惹得婴儿发笑 两人说了一阵话 张宝突然想到半路碰到的灰猫 你还记得那只灰猫吗 今日路上被我带回来了 婴儿当然知道 他虽然蒙住盖头在花窖里 可是路上发生的事 他们听到 不过 尚没等婴儿回应 一个灰衣阿婆突然出现在洞房里 直勾勾盯着他们二人 两人有些吃惊和不解 都不明白洞房里怎么会出现一个阿婆 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谢过公子照看之恩 阿婆突然对着张宝道谢 张宝一头雾水时 阿婆又说道 公子心地善良 又怎么知道人心险恶 如今 婚房之内不能睡 张宝更加茫然时 阿婆拉着他和婴儿一起出去 阿婆将两人带到了打铁房中 自己站到了门边 不让他们两个离开 二人惊讶万分 只好静静坐在打铁房里 外面的人渐渐走完时 婚房房顶突然着火 房子都是芦苇和茅草 火势很快蔓延 惊动了不少人 大家喊着救火时 张宝和婴儿惊讶发现阿婆不现了 不过此时顾不上许多 两人从打铁房出去 众人一看他们漠视 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候 房顶上出现一只灰猫 它脚蹬着一块着火的芦苇跳下 芦苇被灯飞 落到了后面的一片黑暗中 刚落下 一个火人惨叫着从黑暗中窜出 原来灰猫灯飞的芦苇引着了黑暗中的人 他躲在暗处干什么 这人周身着火 在地上乱跑 张宝和婴儿非常震惊 他们发现这人竟然是李良 李良被烧得哀嚎 众人扑灭他身上的火后 他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有人在他藏身的地方 发现了点火的工具 大家顿时明白了 这火是他放的 没错 火正是李良所放 师父和师娘把婴儿嫁给张宝 这惹恼了李良 他一直当张宝是个懦夫 是个愚蠢的人 而自己聪明伶俐 师父一定会把婴儿嫁给自己 可是事情出了他的预料 他并不明白 长久在一起生活 师父和师娘 一直都在观察 他们师兄弟两个 他的却是聪明 但却浮躁 而且还动不动欺负人 毫不善良 只会投机取巧 张宝不一样 他本身也是聪明人 可同时勤劳能干 善良懂事 对师父师娘尊重 就算是对一只猫 也怀有慈悲之心 两相比较 师父怎么会把女儿 嫁给他李良 认为师父一定会把婴儿 嫁给他 只不过是他自己 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在嫉妒和恼怒的支配下 他决定挺而走险 报复师父和张宝 要不为师母说这人人品不行呢 因为自己嫉妒和恼怒 就忘了师父的十来年的教导之恩 他要报复 他要烧死张宝和婴儿 自己得不到 也要让所有人都失去 这就是小人和恶徒的心理 他放了一把火 躲在暗处想看着张宝和婴儿被烧死 却不料被一只灰猫给破坏 而且还烧着了他自己 李良不但被烧伤 还被冰丁抓走 自然会受到婴儿的惩罚 张宝和婴儿成婚日房子着火 两人又搬到了孙正家中居住 多年以后 孙正夫妻先后去世 张宝披麻袋笑发送后 正式成为了一家之主 他和婴儿婚后恩爱 欲有一子一女 由于为人忠厚 打铁生意也非常好 一家人生活普通而幸福 诸位张宝是个可怜的孩子 自小命苦 失去父母 靠吃着百家饭长大 村里人看起可怜 给介绍了师父学手艺 他珍惜这样的机会 学习自然认真 如此一个孩子 却没有学坏 有着正直的品格和善良的人性 深得师父和师娘的喜爱 最终他学有所成 师父和师娘也把闺女嫁给了他 皆大欢喜 而李良呢 自认为自己聪明 自认为自己比张宝强 以后师父肯定会把闺女嫁给自己 可现实却给了他这个聪明人 一记重重的耳光 师父并没有选择他 婴儿也没有选择他 他没有痛定思痛 没有反思这是喂食魔 而是起了坏心 要报复 要置人于死地 所以他在别人城昏夜放火 却引火烧身暴露了自己 他被烧和被抓 纯粹是旧游自取 他是个自以为是又心狠手辣的小人 如果师父把闺女嫁给他 也一定会后悔 因为这个人太过自私 而张宝和婴儿能逃过一劫 看着非常戏剧性 二人被婚姻阿婆告知婚房不能睡 还把他们带到了打铁房 可是阿婆是谁 他怎么知道李良要干坏事 这件事没有人能回答 因为张宝和婴儿根本没跟别人说过 两人把灰猫养了起来 灰猫在他们家里 应该会平安到老 毕竟他们都是善良人 自小苦命的张宝 最终得到了幸福生活 也许他就猫是不忍 但这恰恰说明了他的善良和正直 善良和正直的人 运气总不会太差 比如张宝 物以善小而不畏 物以恶小而畏之 你们以后看完这故事 我希望可能给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